近日,吉林省辽园市隆重举办2023年,春季新兵赋予丛荣,欢送新兵出征仪式,一百余名即将入伍的新兵身着迷彩,胸沛红花,迎来独具家乡特色的入营丛军礼。 在家乡父老的见证下,他们将代表着光荣和责任,寄托着嘱托和期待的从容之功,在前来送行的家长手中接过,壮志满怀地挂在肩上,许下励志报国,建功沙场的铿枪誓言。 据悉,东辽弓箭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,当地自辽金时期就有弓箭制作传统。 接过荣工后,新兵们依次在签名墙上签名留念。 伴随着激烈震撼的行军曲和气势磅礴的战鼓声,百名新兵军容严整,熊啾啾气昂昂地走过丛隆门,迎来奔赴军营,建功立业的新征程。 古有私人笔下,横行殉知己,赋予远从容的豪勤战域,经由热血少年,世自国防,借供均匀的壮怀基点。 我们就是想通过组织这种富有家乡特色的新兵送行仪式,大力营造参军报国,无上光荣的社会氛围。 正正把家国情怀,尚无精神,根植于应征青年内心,激励他们从军路上向前行,无惧无畏借功勋,早日成长为合格的新时代私有革命军人。 ,明儿就会有礼服,新闻来红队代表明一位红队代表明那位红队代表明华帖里跑明月IT三丁市。 高不过节目看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